2011年11月20 一位姓欧的先生急匆匆的来到了海口市官局报案 据他所说 他的一位好朋友失踪了 现在联系不到他这个人了 欧先生这位好朋友叫做刘美兰 今年31岁 是海南一所大学金融系的高材生 毕业后做过很多工作 前几年在海口市开了家瑜伽馆 当起了瑜伽教练 刘美兰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很舍得给自己投资 什么大牌奢侈品想买就买 所以工作了几年也没存下什么钱 他为人活泼开朗热情大方 在海口结识了很多的朋友 其中就包括欧先生 他是一家公司的小老板 他很欣赏刘美兰大胆咧 活力四射的性格 也经常帮助他 刘美兰最近的生意不好做 手头有些紧 欧先生看到刘美兰的窘境后 就将自己的小房子借给他 让他免费居住了 11月18日 欧先生和刘美兰在一起 吃完了午饭 吃过饭后就分开了 听刘美兰说起 他要去找一个姓严的先生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刘美兰了 一连几天都打不通刘美兰的电话 欧先生就赶到了刘美兰居住地 他先是敲了好几下门 见无人应答 刘美兰的手机又是关机的状态 觉得事情不好 就赶紧去关局报案了 根据欧先生所说 警员先生找到了严先生 他是一个建材公司的老板 刘美兰曾经是他公司里的员工 那天是公司聚会 严先生就把他给叫来了 但是他们吃过饭后 就各自回家了 11月20 严先生听到客户说 想找一个健身的教练 他立刻就想到了刘美兰 想给他打电话介绍生意 也一直联系不上他 由于刘美兰失踪时间 超过了24小时 警方立刻炼侦察 也通知了他的家人 弟弟刘文楚听到姐姐失踪 就连夜赶到了海口 协助警察寻找姐姐的下落 家里的父母听到 女儿失踪了 崩溃大哭 亲戚朋友也写了寻人启事 张贴在了海口市的各个角落 祈求能有所回应 可还是一无所获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警员们的身上了 首先 欧先生成为了第一个怀疑对象 虽然他是报案人 但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种报案人就是凶手的例子也很多 面对警员的质疑 欧先生有些无奈的说 我要是真的做了什么错事 我敢这么光明正大的来派出所吗 你们怎么会怀疑我呢 经过对欧先生的调查 事发当天 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而且他来自己房子找刘美兰 还知道先敲门的 对他是尊重的 所以嫌疑暂时排除了 之后警员来到刘美兰的家 想找到一些线索 打开房门后 警员们进入房间 屋内很干净 桌椅板凳都摆放得很整齐 而且刘美兰的现金 首饰 身份证 银行卡 都还好好的放在家里 排除了入室盗窃 刘美兰的车一直在外面放着 也没有开过 说明他一直在家没有出门 让警员觉得奇怪的是 在浴室的凳子上 随意地放着一条黑色内裤 应该是没有来得及洗的 可刘文楚说 姐姐刘美兰有洁癖 平时脱下来的衣服 就会立刻去洗 怎么会迟迟地不洗这条内裤呢 难道没时间 还有刚进门的时候 门口有一只蓝色的拖鞋 另一只是在卧室的椅子下面发现的 按理说 拖鞋都应该是成双成对的放着 怎么会这一只那一只的乱放呢 刘楚文说 姐姐家里有两个房间 一个是自己住 另一个是空着的 但姐姐呢很爱干净 空着的房间 也用床罩罩着床的 防止灰尘 可是找遍了整个房子 也没有发现床罩在哪里 姐姐之前还有一只宠物小泰迪 也不见了踪迹 刘美兰的财产没有丢失 说明凶手不是徒财的 而且刘美兰一向是与人为善 和谁都是相处得很和谐 也就排除了仇杀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是情杀了 根据弟弟所说 刘美兰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 叫彭玉龙 是湖北武汉人 今年24岁 刘美兰跟他分手很久了 警员通过查询通话记录 发现他们前不久联系过 警察找到彭玉龙 他说刘美兰11月19日上午 给他打过电话 说是小狗生病了 让他带去医院里看看 因为这狗是二人一起养的 彭玉龙对这只狗也是有感情的 就答应了他 上午11点 他带着小狗 从刘美兰家离开 然后就去宠物医院 给小泰迪治病了 办好了这一切 他就开车去文昌市谈业务 文昌市的工作人员 也证明他那时确实是在当地 虽然当时大厦内的监控坏了 警员们无法判定他的位置 但那里的保安说 那天下午确实看到彭玉龙 进出大厦了 在他家里 警员看见了那条泰迪犬 询问宠物医院的医生 彭玉龙也确实是带着狗 去过医院 一切都是这么完美无缺 可是警员们总是觉得 这个男人有问题 为了查找事实真相 警员们再次去到了刘美兰的家 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但他们将家里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一时间案件就陷入了僵局 这时弟弟在整理刘美兰的衣服 他突然说姐姐少了一件睡衣 之后弟弟反复数了好几遍 确认刘美兰少了一件睡衣 警员们一听就来了精神 正常人不会直接穿着睡衣出门的 很可能他是被人给抓走的 又或者是被杀了带走的 把所有的线索整合到一起 警员们大致做出了推理 当天 刘美兰在家里洗了个澡 随意把脱下来的衣服 丢在了卫生间 换上睡衣 听到了敲门声去开门 然后就遇害了 能让刘美兰放心开门的人 一定是自己熟悉的人 于是警员们又把目光放在了 彭玉龙的身上 因为彭玉龙是他的前男友 刘美兰跟他很熟 符合情杀的推断 而且他是最后一个 见过刘美兰的人 他走后刘美兰就消失了 于是警员再次找到彭玉龙 询问他当天的行踪 彭玉龙说 那天还有一个朋友沈一胜 和他一起去找过刘美兰 沈一胜在外面等着自己 随后二人一起去的文昌市 警员找到沈一胜 问他当时的情况 沈一胜说 确有此事 当天他和彭玉龙一起上楼 见了刘美兰 这个回答让警员们大吃一惊 二人陈述不一样 彭玉龙说是一个人上去的 另一个人在下面等 沈一胜说是两个人都上去了 一件事情有两种说法 这摆明是口供没对好 说漏了 警员对二人的怀疑 进一步的加深 为了找到证据 调取了11月19日 沈一胜居住地的监控视频 视频中可以看到 下午1点左右 二人拖着一个行李箱 走楼梯回到了沈一胜的家 随后外出了 沈一胜家在16楼 他们为什么不坐电梯 而是选择爬楼梯呢 那个黑色的行李箱里 装的又是什么呢 看行李箱的大小 应该能装下一个年轻女性 而且刘美兰每天都会练瑜伽 身材瘦弱 肯定能够装下 说不定刘美兰就在那个箱子里 11月21日 警员将正在宠物医院 给狗看病的彭玉龙捉拿归案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彭玉龙承认了罪行 是他杀了刘美兰 究竟是有何恩怨 让这个男人对曾经的爱人痛下杀手呢 2011年 彭玉龙来到海口打工 遇见了现在的妻子小李 二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就结了婚 婚后不久 小李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因为生活所迫 夫妻二人只能是两地分居 妻子在家照顾父母和孩子 彭玉龙一个人到海口打工 一天彭玉龙在餐厅吃饭 QQ上传来了一个陌生好友申请 彭玉龙一看头像是个美女 就高兴地加上了 这个人就是刘美兰 刘美兰18岁就在海口上学 毕业后没有回老家 一直在海口打工 她一心想在大城市立足 闯荡江湖 刘美兰前前后后的 也经历了好几段感情 可都没能走到最后 但她依然是坚信爱情 渴望有一个人 能全心全意地爱自己 和自己相伴一生 刘美兰常常玩QQ 总是会加上附近 不认识的人聊天 排遣寂寞 这次也是如此 刘美兰和彭玉龙 加上好友后 经常会聊天 她发现二人的兴趣爱好 都差不多 都喜欢在网上冲浪 玩游戏 二人是越聊越开心 于是就决定先下见面 第一次见面 彭玉龙就被美丽大方 谈吐得体的刘美兰 给吸引住了 看着刘美兰 谈吐不俗 无拘无束 和自己的妻子大相径庭 彭玉龙对她就产生了兴趣 疯狂地追求刘美兰 刘美兰看彭玉龙年轻帅气 上进踏实 也很有好感 二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在一起了 不久后 二人就同居了 租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还养了一只小太迪犬 每天一起上班 晚上一起回家 出双入队 2012年的一天 刘美兰总是呕吐不止 肚子不舒服 到医院一查 发现是怀孕了 她兴冲冲地拿着化验单 去找彭玉龙 以为她看到后 会很开心的 会和自己结婚 没想到却听到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彭玉龙告诉刘美兰 自己有老婆 有孩子 都在老家呢 这个消息 就像是青天霹雳 让刘美兰猝不及防 站在原地愣住了 好一会儿 她才回过神来 她问彭玉龙 你有老婆 你还找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还骗了我这么久 你说 现在怎么办 彭玉龙被刘美兰 问的是哑口无言 她自知是自己 对不起刘美兰 也不说话 她找刘美兰 也是因为老婆 不在身边 只想玩玩 从没想过离婚的 没想到会出这么个意外 刘美兰看彭玉龙这个态度 出事以后就不管不顾了 她承认是自己看走了眼 没看出来这个男人是在骗她 刘美兰是大失所望 思索了好几天 最终决定到医院 做人留手术 然后坚定地和彭玉龙分了手 分手后 她将彭玉龙的所有联系方式 都给删除了 搬离了原来的住处 还带走了那只小狗 想要重新开始生活 彭玉龙看到刘美兰离开 一开始还觉得没什么 渐渐地却感觉不适应了 总是会想起她的好 想起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她知道 是自己爱上刘美兰了 可是一直都联系不上她 彭玉龙通过刘美兰的朋友 打听到了她现在的住址 她去找刘美兰 想要和刘美兰和好 刘美兰对她说 你已经有家事了 我不想掺和别人的感情 你回去吧 以后别来找我了 好好对待你的老婆孩子 彭玉龙以为 刘美兰是建议自己有老婆 只要自己离婚了 她就会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于是 她决定和老婆离婚 彭玉龙回到了湖北老家 一进门 看见正在给孩子喂饭的老婆 也不假装客气 开口就是 我对你没感情了 我们离婚吧 小李对彭玉龙这番操作是又气又难过 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丈夫要抛弃自己 即使是大哭大闹 家人劝说 彭玉龙都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 小李只能签下了离婚协议 随了彭玉龙的意 拿到离婚证后 彭玉龙就急忙返回了海口 她找到刘美兰 兴奋地对她说 我现在单身了 这是我的离婚证 你能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吗 本以为刘美兰会答应 没想到她再一次被拒绝 刘美兰说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以后就别再来缠着我了 看到刘美兰对自己这个态度 彭玉龙知道自己不论做什么 她都不会回头了 回到家后 彭玉龙是越想越气 自己为了刘美兰 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和父母闹翻了 抛家弃子的来找她 结果人家什么都有了 自己却鸡飞蛋打 什么都没有了 凭什么最后受伤的是自己呀 这时 彭玉龙就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只要把她给杀了 她就永远属于自己了 11月19日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正是刘美兰打来的 电话那头说道 小狗生病了 你过来看看 彭玉龙觉得这是个机会 放下电话就走了 她找到了好友沈医生 让她给自己帮忙 对她说道 我们杀个人练练手怎么样 沈医生一听这话 吓得都不敢去了 但架不住 彭玉龙用激将法逼她 就硬着头皮跟着去了 来到刘美兰的楼下 彭玉龙让沈医生在楼下等着 她先上去 等到时候再打电话叫她上去 安排好一切 彭玉龙就上楼 来到了刘美兰家 彭玉龙先是假装友好的 问候了刘美兰几句 就直奔主题了 想和刘美兰破镜重圆 重归于好 刘美兰当然不同意 二人就又吵了起来 我都离婚了 满足你的要求了 你还要怎么样 彭玉龙问刘美兰 刘美兰回答道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 你别再说这些话了 我们之间不可能了 气急败坏的彭玉龙 打了刘美兰一巴掌 刘美兰见彭玉龙这个样子 吓了一跳 想打电话报警 他正要起身拿手机 却被彭玉龙按在了地上 彭玉龙死死地 掐住刘美兰的喉咙 刘美兰挣扎了几项 就不动了 彭玉龙见状 立刻给楼下等候的 沈医生打电话 叫他上来 二人用绳子绑住刘美兰 用胶带把他嘴给缠住 用床罩把他包裹着 装进了行李箱里 离开了案发现场 回到沈医生家里之后 又一起去了文昌市办事 原本彭玉龙 只想把刘美兰绑回家 让他跟自己结婚 没想到下手太重 真的就把他给害死了 二人顿时就傻了眼 沈医生还以为 彭玉龙是在开玩笑 就是吓唬吓唬美兰呢 没想到他真的杀人了 自己也就变成了帮凶 见此情形 二人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 当即拿来菜刀 把尸体分割之后 用塑料袋把尸块给装起来 带到了荒山上 准备抛尸灭迹 在二人的交代下 海口市公安局 在一个山头找到了尸体 经过DNA的比对 确定尸体就是刘美兰 2014年9月2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彭玉龙杀害刘美兰 证据确凿 犯故意杀人罪 因此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最近免费专辑的数据不太好 排名呢 掉得比较厉害 各位听友帮忙点赞 评论 分享 五行好评 给老崔打打气呗 要不这免费专辑做的 没动力啊 辛苦各位了 感谢观看